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一连串问题,要保证我们用到平行线,三角形和剩下的所有信息。 这道题目相对比较典型,首先要了解已知条件。 这是一个三角形,一边还有一个三角形。 这些三角形里有些角的度数也知道了,有了这些已知条件,我们需要算出这个角的度数。 也就是问号标记的角的度数,你也许想尝试一下,通过角的求和和其他算法。 以及角边关系,也许你知道补角,你稍作思考,然后自己尝试了一下,反正我会给标准答案。 首先你也许会想,这是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见办法,给一些角,然后计算。 其他的一些角根据三角形内角和180度,或者即使角本身没有平行线,但可以发现一些平行线,以及各种辅助线。 利用所有能用到的信息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。 最后求出问号的那个角,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这里的一个三角形,左边的这个三角形。 有两个已知角,一个三角形有了两个已知角,就不能算出第三个角。 因为它们的和为180度,这个角如果标成X,那么X加上50加上64,就等于180度。 或者我们可以说,或者我们可以说,X加上这个是多少,114,X加上114,等于180,等于180,等于180,等于60,再减去4,等于66。 所以,X就是66度,所以X就是66度。 已知X是66度了,我们可以发现,另外一个角也就不难求出了。 让我在这里写上,X等于66度。 这是66度。 这个角在这里。 并且它的度数是66度。 这里的这个角, 是补角。 它们的外角形成了一个平角,并且连接着,我们把这个角叫做Y。 Y加上X,就等于180度。 X已经知道是66度。 两边同时减去66度。 得到Y就等于114度。 这个数。 这个数似曾相识,114就是这边两个角的合。 这其实是个定理,我在这边证明一下。 假设这两个角,一个是A,一个是B。 这个角的度数,就是180减去A和B,也就是这个角。 这个角,这个角也称作外角。 在这体里,Y就是外角。 这里外角是这个角。 它与180度减去A和B互补。 这个角加上180度,减去A和B就等于180度。 我们称它为角Y。 也就是Y加上180,减去A和B等于180。 两边都减去180,再加上A和B。 A加B。 右边快没地方写了,左边把这些消掉。 就剩下Y,右边,等于A加B,就正出来了。 同学们可以自己想想通。 通过三角形内角的合,等于180度,然后得到这里的补角。 你也可以说,看,右边这里的外角,等于两个远一点的内角之合。 这是带专业术语的说法。 Y等于A加B,已经正了等于114度,等于64加上50度。 不管我们怎么算的。 只要是一步一步得出,或者我们知道那个性质,得出了Y等于114度。 我喜欢一步步推倒,以确保我没跳步。 已知Y是114度,并且知道这个角。 这个角一开始就给我们了。 现在只要求出这第三个角。 我们称这个问号的角为Z。 Z加上114,加上31,等于180度。 三角形的内角。 三角形的内角合,等于180度。 这是我们唯一需要的性质。 Z加上,这是多少? 145,等于180。 我没错吧。 一个15和一个30。 嗯,对。 加145,等于180。 两边同时减去145。 等到Z,等于80减去45,等于35。 Z就等于35度。 这题就搞定了。 这题就搞定了。